所以他的38年說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那是舊約當中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子 用幾個方式來對待的可能性 而到了39年說 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抗拒惡了 反而無論誰打了你們的右臉 另一邊也轉給他 這部分雖然是沒有解釋 但是告訴律師我們說 因為剛聽說我們知道主事看得起我們 才會叫人來那個觸目的 所以當他攻擊我們右臉的時候 表示說我們還有一些幾個部分沒有被拆尾 我們先轉向靈看看 說不定還有另外一部分也沒有那個說 鄧罪的勾策 然後後面的事實解釋說 那想要告訴你 你要拿你內衣的連外衣也要給對方的部分 是說有可能對方那什麼 逼迫你到後面可能那什麼站得很便宜 你還是要射免他 然後無論誰強逼你走一旅路 你就同他走兩里 因為這邊的說道走一旅路不是說 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說 我們他逼迫我們我們就射給他 管回他的部分是要同他走兩里 因為在與神交通當中神的 我們與神的交通可能會當中斷絕 然後斷絕的關係當中有可能就是 他今天為什麼對我們 可能他在想說要怎麼 那個贖罪跟那個 就是說求我們聖明 當中他已經與神斷絕交通了 這時候神交給我們的那個 功課就是要挽回他 阿妹 他挽回他的部分 不只是要同他走兩里路之外 也要帶他一起享受 恢復神的交通 因為神就是基督 與他同走兩里路當中 我們也是大家一起恢復跟主的交通 阿妹 因為兩個人一起解決事情 才能把說 才能讓主在我們的生命工作往 然後帶領著我們 因為生命如今當中 華太福音優節有講到說 不要只享受自己個人的基督 也要享受 也要帶領大家一起享受同樣的基督 因為他後面有講說 有講到一篇 當愛你的靈色 還有恨你的仇敵 阿妹 所以這邊當中 只是說要在當中建立愛 阿妹 這是我的經歷的分享 阿妹 謝謝